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茶花女》 爱情与牺牲的悲剧 玛格丽特的心碎故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西游记》 孙悟空的神奇冒险 斗妖除魔的搞笑传奇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 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 西天取经的故事 其中孙悟空无疑是最受欢迎的角色 他不仅是个神通广大的猴子 还是个充满幽默感的 斗妖除魔专家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孙悟空的神奇冒险 以及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传奇故事 首先 孙悟空的出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是从一块仙石中蹦出来的 想想看 谁能想到一块石头能生出一个如此聪明 机灵的猴子 这就像是说 你家里的花盆里突然长出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孙悟空的武器 如一金箍棒 简直是个万用工具 他可以随意变大变小 打妖怪时像是拿着一根巨大的棍子 打完后又能缩成一根牙签 随身携带 真是方便得不得了 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现代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魔术师 表演 变大变小的 绝技 观众们一定会惊呼 这猴子真是个天才 在取经的路上 孙悟空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妖怪 像是白骨精 牛魔王等 这些妖怪不禁狡猾 还常常搞笑 比如白骨精 他三次化身诱惑唐僧 结果每次都被孙悟空识破 孙悟空的反应 简直使得你 以为我会上当吗 我可是经历过千辛万苦的猴子 这让人不禁想起那些在生活中总是被套路的朋友 真是 套路深 猴子懂 还有一次 孙悟空为了保护唐僧 假装成了一个老实人 结果被妖怪抓住了 妖怪问他 你是谁 孙悟空回答 我是唐僧的徒弟 专门负责打杂的 这时妖怪一脸猛逼 心想 这猴子怎么这么谦虚 这段对话让人忍俊不禁 孙悟空的机制和幽默感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化解危机 当然 孙悟空的冒险不仅仅是斗妖除魔 更多的是在与师徒之间的互动中展现出的幽默 唐僧总是念经 孙悟空则时不时打断 调侃道 师父 您能不能换个曲调 这首歌我听你了 这让人想起那些在课堂上总是打断老师的学生 真是 师徒情深 笑声不断 总的来说 西游记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曲经的故事 更是一个充满了智慧与幽默的传奇 孙悟空的神奇冒险让我们明白面对困难和挑战 保持幽默感和机制是多么重要 就像孙悟空一样 生活中总会有妖怪出现 但只要我们像他一样勇敢 聪明 并且不忘幽默 便能在这场人生的冒险中斗妖除魔 笑对人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白金 亚哈的复仇之旅 海洋与人性的较量 白金是赫尔曼 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于1851年发表的经典小说 讲述了亚哈船长与那只巨大的白金的莫比 狄克之间的复仇之旅 这部作品不仅是海洋冒险的故事 更是对人性 命运和自然的深刻探讨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解读这部伟大的作品 首先 亚哈船长的复仇之旅 可以说是海洋版的追星之旅 想象一下 亚哈就像是一个狂热的粉丝 追逐着他心目中的明星 那只白金 只不过 这位明星并不太喜欢被追逐 甚至在一次见面会中把亚哈的腿咬掉了 这让亚哈的追星之路变得更加执着 甚至可以说是执念了 在这场追逐中 亚哈不仅要面对白金的威胁 还要与自己的内心斗争 白金象征着自然的力量和不可控的命运 而亚哈则是人类对抗命运的象征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白金 那些看似无法战胜的困难和挑战 亚哈的复仇之旅提醒我们 有时候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可能会变得盲目和疯狂 甚至失去理智 而且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不少幽默感 比如伊什梅尔这个叙述者 他的幽默和哲思 让整个故事不至于过于沉重 他就像是一个在海上漂泊的哲学家 时不时抛出一些关于生命和存在的思考 仿佛在说 嘿 别忘了 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笑的事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白金的形象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义 他既是自然的力量 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 亚哈的复仇之旅不仅是对白金的追逐 更是对自我 对命运的探索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 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外在的 而是我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总之 白金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 更是对人性 命运和自然的深刻反思 亚哈的旅程让我们明白 在面对生活中的白金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勇气 还有智慧和幽默感 毕竟生活就像大海 有时风平浪静 有时波涛汹涌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片海洋中 找到自己的航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茶花女 爱情与牺牲的悲剧 马格丽特的心碎故事 茶花女是亚历山大小众马于1848年 创作的一部经典小说 讲述了巴黎的高档社交圈中 名记马格丽特 哥迪埃 与年轻贵族阿尔蒙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是爱情的颂歌 更是对牺牲与社会偏见的深刻反思 首先 马格丽特的角色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 她既是爱情的追求者 也是社会的牺牲品 她的生活充满了奢华与孤独 仿佛一朵盛开的茶花 外表美丽 却脆弱不堪 她为了爱而放弃了自己的职业 试图融入阿尔蒙的世界 但最终却被社会的偏见所击垮 可以说 马格丽特的心碎 不仅是因为爱情的失去 更是因为她无法逃脱社会的枷锁 有趣的是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的巴黎 那时的社交场合 就像今天的红毯盛典 充满了光鲜亮丽的外表 和暗潮汹涌的内心 想象一下 马格丽特在华丽的舞会上 身着华服 手握香槟 微笑着与众人交谈 内心却在为自己的身份而苦恼 这种强烈的反差 正是小众马想要传达的主题 在华丽的外表下 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悲剧 而马格丽特与阿尔蒙的爱情故事 犹如一场美丽的烟花 绚烂却短暂 两人之间的爱情 充满了激情与甜蜜 但也伴随着误解与牺牲 阿尔蒙的父亲反对他们的关系 认为马格丽特的身份 不配与自己的儿子在一起 这种家庭压力 让马格丽特不得不选择离开 最终导致了他的心碎与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 牺牲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马格丽特为了阿尔蒙的未来 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幸福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仍然希望阿尔蒙能够幸福 他的牺牲精神 让人感动 但也让人深思 在爱情中 究竟是应该追求个人的幸福 还是为了爱而牺牲自己 总的来说 茶花女 不仅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悲剧 更是一部关于人性 社会与牺牲的深刻反思 马格丽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 爱情的美好与痛苦 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我们也许会面临许多艰难的选择 就像马格丽特所说的 我爱你 但我也爱我自己 这句话 或许是对爱情最真实的诠释 所以 下次当你品味一杯茶时 不妨想想 马格丽特那朵美丽的茶花 既有芬芳的香气 也有脆弱的花瓣 正如爱情 既美丽又脆弱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一段文学的奇妙旅程 探讨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搞笑传奇 白京中亚哈的复仇之旅 以及茶花女中马格丽特的悲情故事 通过这些经典作品 我们不仅见证了角色的冒险与挑战 也体会到了其中深刻的人性与幽默 首先 孙悟空的神奇冒险教会我们 面对妖怪和挑战 保持幽默感和勇气是多么重要 在斗妖除魔的过程中 他的机制和幽默感总能化解危机 仿佛在提醒我们 生活中总会遇到那些妖怪 但只要我们像猴子一样勇敢 就能斗智斗勇 接着 亚哈与白京的追逐 则让我们反思人类与命运的关系 亚哈的执着虽令人感动 却也反映了我们对某些白京的盲目追逐 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保持理智与幽默感 才能在风浪中找到方向 最后 马格丽特的心碎故事 则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 在那个充满偏见的社会中 它为了爱情所做的牺牲 让我们思考在爱情与自我之间的选择 或许 爱情既美丽又脆弱 就像那朵茶花 芬芳而易逝 总的来说 这些作品 无不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挣扎与幽默 提醒我们在生活的冒险中 保持乐观与智慧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呢 在你们的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过像孙悟空一样的幽默时刻 或者像亚哈一样的执着追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想法和提问哦 让我们一起讨论 挖掘这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智慧与幽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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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lections with deals in the dark Voices lost in power's arc Leaders laugh while we cry Change the rules,make us comply Drop again,the noise fills the air Pay on the voices,I don't let Revolution Still in the streets Claim the thunder,peel the beat Whispers grow the angry shout Tare their towers,bring them out Every soul in this fight Drag their lives into the l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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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